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无锡惠山警方前一段时间破获的一起案件 这本来是一起聚众赌博案件 根据相关的要求 要对每一名涉赌人员的相关个人信息进行采集 当时办案人员并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工作竟然牵出了16年前的一起血案 1998年4月的一天早晨 无锡洛社派出所接到一家煤气公司的报警称 公司保安包某被杀 民警赶到现场后找到了两件凶器 一把榔头和一段断刃的刀刃 上面都沾染了血迹 尽管警方对包某身边的女性进行了大量调查 但案件还是毫无进展 16年来一直悬而未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前两天警方在查处一起聚众赌博案时 发现涉案的沈某竟然与16年前那起血案有关 我们首先要盘查一下沈某与老包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用先进的技术 对沈某的信息和凶案现场所遗留下来的信息 再次进行比对 反复确认 最后这一切所有的矛盾指向 都指向了沈某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三天后 当沈某前去医院照顾母亲时被警方当场抓获 对16年前杀害包某的犯罪事实 沈某共认不讳 原来包某在遇害前半年就与沈某相识 不过由于沈某比较谨慎 这份恋情一直没有公开 1998年4月的一天 沈某来到包某工作的门卫室 想借500块钱 但包某没有答应 包某的这几句嘀咕惹怒了沈某 他直接提出分手并索要分手费 但包某根本不予理睬 一气之下 沈某做出了过激举动 目前包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